什么人竟敢擅闯我狐族领地 古牟一族 你为何会来我族的领地 我想来变来 何须向你解释 哼 我劝你承早离开 莫要坏了我族大事 若是我不走呢 嗯 行了 莫下与他们废话了 动手吧 为了青秋狐族的大业 杀人族 独沈愿 白长生 青秋狐族 气韵值306 曾经意外 坠入时间密地 获得逆天传承 觉醒传说中的吞噬圣体 吞噬圣体 看来这是个大韭菜 杀人族 夺神缘 看来今日诸位要逼我大开杀戒了 哼 狂妄 人族小儿 交出神缘 我可留你全是 若有本事 你来拿便是 该死的人族 直到如今只能毒死 吞噬圣体 开 居然是吞噬圣体 传言这吞噬圣体 更能极大地加快灵气的吸收 在战斗中 更是拥有源源不断的灵气 好东西啊 若是配合上我的自弹鸣星爵 岂不是爽歪歪 吞噬天地 哼 即便是大成的吞噬圣体 除谋也不放在眼 况且区区一个半掉子圣体 岂敢翻天 一剑 阴阳 吞噬圣体 交给你这种废物 未免太过浪费 你 你想作甚 猖狂小飞 还不住手 你若是敢动他分毫 我就算面对魂飞扑散的代价 也要诛杀你 威胁我 上一个威胁我的势力 坟头草都已经一人多高了 放心吧 吞噬圣体在我手中 才能发挥最大的成就 该死的人族 竟敢杀我狐族天子 我定要将你炼成我狐族的魂灯 为老不尊 骑我圣地神子 请求狐族 当灭 前辈 还请误怪 这都是误会啊 如等座的选择 当为其负责 我去 这是什么层次的力量 随风 你的路还很长 如今你也不过是在世界的一角 未来会有更多强大的逆天之人 甚至出现超越你想象的存在 你要尽快变得强大 这一切不过是起点而已 我会在源头等着你 起点 源头 老师 老师 第一批通过考验的天交 马上就要到了 有点意思 此人的命运居然连无都看不透 有意思 昏安 你且去迎接这位贵客 切记不要失了礼数 是 诸位 好久不见 神子大人 随风师兄 好久不见 这位是 哦 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时间遗族 古魔族的少祭司 古灵儿 日后 还要与我们一起修炼 古魔族 少祭司 古灵儿 见过各位道友 频道天机楼 楼主之徒 昏安 见过诸位道友 天机楼 楼主之徒 关于我天机岛最后一挂 我天机岛也会给大家准备一场公平公正的试炼 最为杰出者 便可拥有这最后一挂 诸位多有劳顿 我天机岛已备好宴席 还请诸位与我前往 诸位 此处就是我天机岛的中心区域 天机城 这殿门名为通神之门 若从门内走过者 殿门所激发的金光月耀眼 日后成就越高 激发光芒最要颜者 我是可以为其全力解答一次疑问 那不是可以请教天机岛 岛主很多问题 说不定还可以借此打听到 第二处机缘之地 我先来 哼 一条破尼丘 凭什么你先来 要论第一也应该是我真黄动 二位施主 贫僧苦修佛法 苦度众生 这种事情还是让贫僧来吧 诸位 实在没必要浪费时间 无论谁先来 最后的获胜者只会输 狂妄 如此大放厥词 也不怕闪的舌头吗 楚随风 你不过是拥有圣体 为修炼潜力也不一定比我等强 不好 风神之门要碎了 终于终于等到了 昏安 快带这位大人来我修炼之处 大人 老师想与您见面 还请与我入内 检测到新的选项任务 选项一 化解天玑岛危机 并进入天玑楼隐秘之门 完成后续任务 奖励 长生道鼓 选项二 妥当行事 做一个没有好奇心的乖宝宝 奖励 吻自经 吻自经 恨门的狗系统 又想内涵谁呢 不过这长生道鼓听着挺大气 难道 跟这村鼓一样 老夫名昆武 是天玑岛第999位传人 也就是当代天玑岛岛主 还请大人见谅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我只能以这种方式与大人见面 无妨 多说无意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便是 哎 凭借大人现在的身份 应该也知晓 我天玑岛所面临的困境 自我天玑岛走上 古大道天玑之路 就注定会面对这种状况 我等推算万年已久 我天玑岛的一线生机 正是在黄金大事这个纪元 而我们苦苦寻找万年之久的人便是 你说的那个人便是我 对吗 不过我为何要帮助你们呢 我天玑岛的最后一挂 可以直接奉送给大人您 一挂 不够 我还可以将天启机关宗的机关秘术 一并交给大人您 并且我个人还能再为大人补挂一次 我们就不要绕圈子了 这其中的风险本神子一直都执行 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要天玑岛 彻底臣服于我 大人莫不是在开玩笑 我天玑岛已历经无数岁月 老师去世前将天玑岛托付于我 大人此言莫不是断送我天玑岛的前程 前辈也擅长补挂砍岛 这其中的分量应该是知道的 若是我不帮助你们 你们天玑岛又有几分把握能度过这次危机 况且 臣服于我就代表是狗活了吗 你们天玑岛的道统依旧可以留存 只不过以后需要听命于我 我手中掌握的资源 不但能让你们恢复昔日的荣光 甚至更能让你们天玑岛再上一层楼 你们臣服的 是未来凌驾于九天十地的天体 天玑岛愿为大人赴汤导火 起来吧 你会庆幸自己的这次选择 大人那这最后一挂 不必过早暴露此事 试炼需要照常进行 况且 这次同行之人中 或许会有一条大鱼